走 这么久 妈妈就走了 爸 爸 爸 你干嘛呢 快点 我得先把灯挂上啊 你快点 急死我了 来了 看把你急的 老板 急什么呀 老板 你来坐我了 想不想得 啊 啊 十年一道 啊 啊 气死我了 你来等待 快 魯晓晓 你来等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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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也吓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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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拿个车 好 你别在这儿啊 喂 干什么呢你 你这人是不是就有病了 说你呢 找死呢 是 妾贼的身高大约是五尺九寸 一百六十五斤左右 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 你怎么知道 我体重是一百三十八斤 我跳下来的时候脚印比他浅 大概就能猜出他的体重与身高 他步子卖得很大 证明是个年轻人 但是步伐又很凌乱 应该是在跳下来的时候受了伤 他右脚鞋跟磨损程度比左脚明显 这是因为 他的工作经常用到右脚的 你们想知道世上有没有完美犯罪 我就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案子 一九二四年在北方一个城市 就有一宗完美的杀人案件 吴中国是个普通商人 警察在他家里发现了一本日记 在日记里知道了他对妻子有很深的仇恨 他分析了各种杀人方法的每一个细节 有些很荒唐 有些很残忍 有一个接近完美 不过吴中国马上就明白 罪犯最大的危险不是怎么去行凶 而是将来可能会浮现地破绽 所谓尸体会说话 从血迹的距离 能判断出是他杀还是自杀 所有犯罪现场都会留下蛀丝马迹 没有破解不了的米 他的结论是 真正天衣无缝的罪案 不是结不了的案 而是用替罪羊来顶罪的案 因为他老婆发现了他那本日记 吴中国不但没杀了他老婆 反而被他老婆给杀了 邻居们也证实 吴中国经常打他老婆 后来案子裁定是正当防卫 判他无罪 这算是什么完美犯罪啊 因为那本日记是他老婆自己弄出来的 自己弄出来的 那他老婆现在怎么样 警察发现了没有 两年前他向警察自首了 月马远 好 走 走 ешь 我想看你的笔记本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 九成都是杀人凶手 真的吗 是真的 因为我就是 两年来你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为什么今天改变主意了 我们玩个游戏 我回答你一个问题 你也必须回答我一个 好 你为什么要自首 你没有秘密吗 隐藏秘密是件很痛苦的事 你的心时儿很痒 时儿又像刀割一样痛 一辈子那么长 需要有人分享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成家 这是个问题吗 没考虑过 我说完了 小气鬼 你为什么把模仿 悟中国笔记的本子留下 因为我希望 因为我希望有人能发现指正我 也许是留个纪念了 你对你最心爱的人 说过的最我心的话是什么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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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用什么方法 让吴忠国打你呢 我知道你今天要走 所以才答应见你 其他的 下次再说 我是不是个坏人 我相信人性本善 我不断听犯人的故事 是因为我想知道 好人为什么要做坏事 所以你是一个 变坏了的好人 保重 保重 你是 我就是 辛苦了 谢谢 来 这边 局长说办公室人满为患 实在谈不出地方了 请你将就一下 这儿挺好 这么多档案 全都是宝 那我先走了 好 这没人违线的盖 哪天是一战 谁说不是啊 王爷 吃饭了 你不要回来找我们 我们会为你祈祷的 有完美吗你 胡说什么呢 他留下了诅咒 幽灵子弹杀人 所有人都得死 你说呢 是不是这意思 你有病啊 我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去死吧 你敢推我你 你干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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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死啊 看什么 你们吃饱了撑的是不是 看看你们造的子弹 和你们一个样 都是废物 你才是废物 你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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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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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打了 走开 陈俊 你以为你是公头 这亏狐狸啊 走开 别打了 小琪 你给我等着啊 匹 算了 都快去吃饭 吃饭了吃饭了 算了吧 来 来 来 小子敢跟我动手 找死呢